大家好,我是中秋節沒烤到肉就算了 還連續兩天都去健身房運動的維藤 我是不是快死啊 怎麼會在中秋節做這種被添淺的事啊 今天故事一樣有兩則 一則為朋友提供的 一則是我的故事 那麼,故事開始囉 故事一,誰站在我前面 這則故事是朋友發生的 老樣子也讓阿騰來扛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常去按摩的經驗呢 因為工作需要久站的關係 阿騰每個月都會有一兩次去做按摩 給自己犒賞舒服舒服一下 而阿騰呢,可能有抖耳的傾向 他最喜歡的就是那種被摺來摺去的態勢按摩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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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唔 God 而就在某天的深夜呢 因为临时加班的阿腾 今天足足工作了12个小时 也就是站了12个小时 就在骑车回家的路上 临时起义的 想去按摩—舒服一下 就在回家的路上找了一间还可以的按摩店 而一进去大致了解价位后 选好了按摩的选项 接下來就是舒服的時刻了 躺在按摩床上 按摩師從背部開始按 一路按到腰、屁股、腿 因為按得很舒服 再加上白天工作已經很累了 阿騰也直接進入迷流的狀態 要睡著了 先生,我去拿個熱毛巾 當按摩師說完後 拉門的聲音打開 隨之關上 不知道過了幾分鐘後 阿騰半夢半醒著 聽到了一陣腳步聲 在床旁邊走動 此時阿騰想著 啊?啊? 這麼快就進來了 很棒耶 不會偷使劍 而才剛想完這句話的時候 卻發現了 這腳步聲 一直在走著 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啊?奇怪 是要走去哪裡啊? 這房間 就只有這麼大啊 因為是趴在按摩床上 阿騰無法確認按摩師到底在幹嘛 而正當納悶的時候 此時 開門聲又響起了 還準備熱膚囉 熱熱的毛巾蓋在阿騰的背上 但他的心裡靠背毛的 嗯? 嗯? 那 剛剛 是誰在房間啊? 嗯? 不要想太多 應該是隔壁的腳步聲吧? 嗯? 可能這邊隔音比較差 用了最合理的方法解釋後 阿騰心裡比較安穩的 就這樣按摩又持續進行著 熱膚的毛巾蓋滿全身 非常的溫暖 如果按摩師正在幫他拿起腳上的毛巾 那阿騰眼前這雙腳是誰的? 原本以為會不會是有其他按摩師進來 他沒有發現到 但阿騰看到這雙腳 越看越覺得詭異 總覺得他也不太對勁 後來才發現 這雙腳是在他臉部的正前方 也就是說 這雙腿 是穿過按摩床 以及穿過阿騰的頭 才能夠維持這樣的角度 讓阿騰看見 故事說完了 嗯? 這個故事某種程度上來說 真的毛毛的 不過說到按摩 我有一個很可怕的經驗 那是發生在很多年前 我女朋友在上班的時候 那天我趕搞太累了 我沒有跟她講 我自己跑去按摩了 那今天還算蠻會按摩的 還有那一種鬆筋截骨的感覺 所以店裡面常常很多人被按到 蛤 蛤 這樣的聲音啊 那一天 我按到一半的時候 手機突然響了 阿扣 菜喳打了 怎麼辦 我騙他說我要趕搞 如果他在我的耳部 我一定很不爽啊 阿扣 阿扣 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不管了 相片人家好了 就這樣我接起來電話 喂? 你在幹嘛 我..我在睡覺阿 喔 是喔 晚上我們要不要去吃飯阿 好阿 要跌跌幾點阿 阿... 三小 就在此時 隔壁房間的女客人突然聲音了起來 在哪裡 那是什麼聲音 沒有 沒有阿 電視阿 電視阿 我關掉 員員員員 賭杯喔 是有那麼舒服啦 叫屁喔 我在問你是 你在哪裡 只是我想只包不住火了 誠實才是上策 所以我 我現在是按摩啦 按摩到睡著啦 那個聲音是隔壁人在叫的啦 結果空氣突然安靜 電話完全沒有聲音 過了快30秒後 我女朋友輕輕的說了一句 進廣告 故事2 鞭炮男孩 這是個有關中秋節的故事 在我小的時候 中秋節的時候很常跟親戚聚在一起玩煙火 而那個時候呢 我最喜歡玩的就是甩炮 就是那種丟到地上之後就會蹦一聲的炮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我在桌上發現了有好幾盒甩炮 那時候我以為是全新的 結果就隨便挑一盒起來要玩 然後不知道是哪個王八蛋 已經打開過了 而且還是打開下面的開口 結果那個甩炮直接全部掉在我的腳上 好 我還穿拖鞋啊大哥 那天甩炮爆到我整個當場跳去火焰之舞啊 哈哈哈哈哈哈 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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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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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小的時候啊 大人常常跟我們說 衝天炮很危險 不能玩的 因為只要被射到眼睛的話就會瞎掉之類的 那時候也常常有中秋節玩煙火被射瞎的新聞 新聞加上大人的勸告 總是都有一種恐怖的味道 所以在我童年裡 對於衝天炮的記憶很少 最大的極限就是玩仙女棒跟甩炮 而就在某年的中秋節 玩完鞭炮後因為太累了 一回房躺在床上 就馬上睡著了 我卻做了一個夢 我夢到了一群小朋友 正在我家外面的空地 聚集著玩煙火 因為是在我家的空地 還冒出了一群不認識的人 於是我走過去 欸你們你們是誰啊 你們在幹嘛 此時一個小孩回頭跟我說 我們在玩煙火啊 你要不要一起玩 聽到要玩煙火 我馬上很興奮的說 嗯煙火好啊 你們玩什麼的 這個衝天炮 那個小孩拿出了衝天炮 嗯這個 嗯 嗯 我猶豫的回頭觀望了四周 嗯 放心啦 你爸媽不在 玩一下就好了 聽到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嗯 好啊 那我要玩 就這樣 我答應了她的邀約 欸 你要玩就要照我們的玩法喔 嗯 好啊 你要怎麼玩 猜拳 猜拳 輸的可以放煙火 蛤 什麼 輸的才可以玩 這什麼規定 通常不是贏的人玩嗎 雖然有點不爽 但為了玩煙火 我還是答應了 嗯 好啊 那 那在猜拳前 你 你要選 眼睛 嘴巴 還是耳朵 蛤 什麼啊 快 快選啦 你選一個才能玩煙火啊 嗯 那我選眼睛 這時 我聽到要玩煙火 什麼都不管了 直接選了下去 於是我們就開始猜拳了 剪刀 刺刀 不 這一局 我們平手 可惜 平手 眼睛不能選了 蛤 什麼意思啊 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 也不了解 這次換我選吧 我選耳朵 嗯 好 又再一次的 我們猜拳了 剪刀師的 不 這一次 又是平手 又平手 對 不能選了 嗯 我們不能直接玩煙火嗎 為什麼要猜拳啊 我說了 這是我們的遊戲規矩 這時 對方突然很嚴肅的說 那種感覺非常的不舒服 來吧 剩下嘴巴了 再一次 就這樣 我又被逼著再一次的猜拳 剪刀師的 不 刀杯 這一次 我贏了 而對方輸了 對 依照遊戲規則 輸的人能玩煙火 而能玩煙火的人 是他 我明明贏了 卻只能看他玩 呵 呵 呵 你好厲害喔 我在這裡玩 第一次輸耶 呵呵呵 蛤 是喔 那都是他們贏喔 我話一說完 往他身後的兩個小朋友看過去 這不看還好 一看才看清楚他是後方的小朋友 他們一人的眼睛 一人的耳朵 都像被燒過一樣 他 留下了很深的傷疤 頓時 我嚇傻了 此時 打火機點燃了 呵 好了 我 我要玩了 你看清楚喔 跟我猜拳的男孩 把衝天棒點燃後 就整隻塞在嘴巴裡面 啊 不要 這很危險 你幹嘛啊 不要 呵呵 跟你玩 好好玩喔 下一次 再一起玩囉 蹦的一聲 講完這句話後 煙火在他嘴裡爆炸了 而我也醒來了 我邊哭邊慶幸著 這還好是夢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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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大過後 不管過了多久 我對於這個故事 還是非常在意的 因為在我小的時候 還沒搬家前 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是住在牧原附近的 這一切到底是夢 還是真的有人跑到我夢中玩呢 如果真的有好兄弟來夢裡找我玩的話 那麼那一句 下一次在一起玩 會成真嗎 故事說完了